感谢大家 我的女儿陈树香平安的回到家 今天下午也是去了 警察去那边消案了 现在的人在家休息 我要谢谢这个林祥和的协助 给我的女儿平安的回家 与家长失联的这个案子 那么我们感到非常的 有欣慰 就是有关少女的 陈树香平安的多天 已经安全的回到她的 父母的身边了 那么有一个以往不及了 卧审我们却说 上面年轻人有时 外出游玩 必须要向 家长有一个交代 不要说 外出游玩 毫无交代 那么 甚至连手机也 也非常是 关掉 导致身为家长呢 在第1个时间 无法 联系到 和你呢 他讲 跟每一个家长都会感到非常的 担忧了 那么 有关这个事件呢 首先呢 我们也要 向这个警方自协 感谢 因为在警方的 合作下 让 在很短的时间 让他 平安安全的回到 父母的身边 还有 我们也感谢 给 俄罗大众的网友们 以及各方人事的 宣传 宣传 让他 回家 那么今天 呃 陈出乡的 因为 他 回来 他 毕竟 累了 然后他需要时间休息 那么 今早 他 不客出信 那么今早 是 他的 母亲 有在此见 马迪博人 呃 有汽车 呃 前往 某个 呃 门区 我们叫做王区 吉隆坡 呃 去那个 不给阿曼 警局 那边去 呃 接载等等 女儿 后来 呃 不急 呃 去接货 呃 一通接货说 女儿 在马六甲的 这个 东接拉的 警察局 所以他们 又一伙人呢 又 车子又在 反转 朝向 加州的 路段 回来 回来 就 东接拉了 请不吝点赞